电力是现今人类生活一种不可缺的能源 如果用得其所 电力可以验用在不同的范畴上 甚至乎是致病救人 今日有人试图将电力结合器工 创造出一种叠数一格的隐世医术 电器工 究竟中国传统的养生之道 可不可以完全徹底控制天然界的力量呢 两者结合后的疗效 又会不会与想象中有很大的出入呢 为什么电力可以致病 电本身它是一种磁蝉 通过电的磁蝉 人体调节 比如说我发工的时候 电器聚合在一起 一般的疾病我可以调取它的磁蝉功能 比如说皮疹功能我可以调取它的磁蝉 所以人天明瘀地挣钱以后 它身体会慢慢地恢复 电力可不可以适用于救人治病 医学界暂时都没有一个确切的研究报告 不过对于严师傅的病人来说 电器功就等于和宁丹妙药一样 每早早的七点过后 严师傅的诊所都擠满了来求诊的病人 病人当中 尖大部分的都是骨折疼痛 例如张女士三四个月之前 在睡觉的时候由床上跌了下来 结果跌伤了脊椎骨 平时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吗 就是这个地方疼 走路的时候 走路的时候有点一切一切 就是疼 就是供出来 虽然今天张女士是第一次找严师傅 不过她说都达到预期的效果 那么在治疗前治疗后 你的感觉哪里有改善 本来以前那个就是站出来有点疼 现在治疗了以后呢 她就现在好多了走路 那个腰间把不脱撞下了 那么快吗 已经见效了 现在平了 你做的时候的感觉是怎么样 做的时候开始有点不舒服 现在又好了 什么不舒服 就是有点疼 有点疼 那么现在呢 现在好多了 同样是脊椎出现问题的张小姐 由于在仓库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关系 结果令到脊椎骨移位 在近几年看医生都不下十次之多 看医生的时候医生怎么剪 你的病情是怎么样的 他要教我去开刀 开刀的很严重吗 有的 严重的 我已经脱出来武器了 那么他医生有没有什么 除了开刀之外还有什么药 牵引 药没有刺 就治疗的方面就牵引 你有没有做过牵引 牵引的 有作用吗 效果怎么样 不太理想 不太理想 一方面效果太差 另一方面张小姐不想开刀 经朋友的介绍之下 他就接触到电器工了 你在这里做了多久了 已经做了四个疗程 四个疗程了 你感觉怎么样 和之前有什么大的分别的地方 我基本上 脱脱的5G基本上是平的 脱下来效果蛮好的 就会不会在这个病情疼痛方面 有什么改善 基本上我已经不大疼了 已经不大疼了 我特明显的 康复得很快 那你做完了之后 你这个感觉会不会觉得是 基本上现在我回家已经可以做事情了 本来不大好做事情 对 你刚才走路也开始不方便 对 就现在做完了之后 你的感觉是轻松点 轻松 不过 在袁师傅众多病人之中 有一些是伸染亡疾 而又成功被电器工治愈的个案 先生因为长期颈椎痛 令到经常疼痪 家臣心脏有运异 近年不断进出医院 你治疗的多久 今天是十几天吧 十几天 一个疗人多一点 感觉怎么样 感觉还可以 有一个比较明晰的感觉呢 就是原来心里发闷 就是闷了胸壳发闷 这家就是心上压 是公压发明了 胸壳发明 现在这个症状 基本上有很大的好转 头疼发明 头疼呢 我本身被也不头疼 相比起迪先生 今年已经六十八岁的沈先生 更加试过徘徊在生死边缘 九四年 在搭火车途中 突然老中风 经过抢救之后 终于都脱离了危险期 不过右半身 就完全瘫痪了 你之前是中风的时候呢 是下半身完全不能够走动 下半身不能动 这次也不能动 半边 对 半边都不能动 不能动 人家帮我 头疼上 头疼上 后疼上 那么做的过程当中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做的过程当中 一次一次一次过 就松动 后来就能跑 能跑 能比比比跑 能跑 反过自己没来就好 气功以呼吸套立的方法 来达致燃热的效果 而电气功就需要透过外力 来改变人身体的内在模担 你那手拿着的事实 我这个是喉线 是 这个是到电 一个是到电 几次产生电气的磁场 来调整变于病人的病态 古语两云 水能复舟 亦能载舟 电力亦都是一样 如果用得其所 的确是一种很方便的资源 不过 如果用得不适当 随时亦有自然的耳机 原来只有这一边有感觉 它很疲惫 那个电的感觉集中在这个位 很疲惫 可以大可以小的 可以大可以小 现在很小的 对 你停了它就没有了 你停了我看吗 现在有一点点 我还加汗了 啊 好凶啊 这个 好像梁穴穴的时候 那个感觉越大 手在动 但是它自己动的 我没有动 喉咙就好像 有些针在刺的感觉 但是都是很疲惫的 由普通疼痛 以至中风 都可以用电结合气功 这种隐世医术自好 究竟 是否一种偶然的结果呢 背后的医学原理 又与气功有多大的关系呢 能够学有所成 必定要经过长时间 反复试验的阶段 而失败对于严师傅 更加绝对陌生 由于身体一向不好 所以学习气功 在无意中 更参透到 将电结合气功的新治病方法 不过 在试验的过程里面 有两次 它差点被电 电到没命 死亡阴影 不单没有令严师傅却步 反而令它意识到 医药的重要性 我觉得这个严气功以后 开始我 周围了很多名医 像老众医啊 有的是教授啊 就请教他们 就是众医的 众医的 有 特别是八甲林症当中 是病理的分析 和静络的走线 特别是人体解剖学 我是请教了好几个教授 主要是 你教他静络的走线 静络的循环 包括静络的分枝 我就开始慢慢研究 从中医的经络理论出发 严师傅领悟到 用外力打通人闭塞了的经络 而这种外力 就是电了 你是根据什么原理来研究出的 开始我们一个研究 正下我去看人体 带电以后 能增加人体攻击攻击 后来我看到 就是人家带电以后 我就是根据中医理论上 就是有一句说语的 就是人体的经络 通之不通 通之不通 但是这样呢 我就是说 能够借着电的理论 能够把经络打通以后 实际上就是这个病就可以预合 根据这个原理 通之不通通之不通的原理 我就是慢慢地就是 终于研究人体的经络 包括人体12经络 包括齐经8脉 所以我开始研究 其实气功就是一种电的 表现的一种形式 根据瑞典的专家 或者是北京的专家 我都有试过这些研究 就是一个微电流在身体的运作 身体其实是受一个所谓 关闭电流理论那方面控制的 不过它的电流就很微小的 是百万分之三十的伏特 那么上下 或者如果健康一些 大概是到五十 那么上下 就不是五十个伏特 或者是五十个安排 那么大的电流 是一个微电流在身体的运作 但是这个微电流 就能够刺激了身体的免疫机能 增强那个新疹代謝 所以慢慢将个人 变成一个比较健康的警方 为了测试人体内 流动的微电量 日本就出产了一部 测量微电量的机器 普通一个健康的年轻人 它的微电流 就有大概百分之二十个 安培业或者伏特 但是如果练了气功之后 可以升高到大概四十至六十 譬如就是这样 你可以看到 譬如 练了 增强了呼吸 电流就可以升到大概四十了 练气功 由气功蜕变出来 两者虽形不同 但神相似 难免令人将两者混为一谈 那么电气功和气功有什么分别吗 电气功跟气功 气功它的区别主要是 一般气功主要是 纯粹靠那个 天地人 三气合液 能修理 电气功的区别 最大的特定就是电 电它就是 掌握 掌握电力 掌握好以后 能够增加人体的功能 电气功的 包括特异功能 可以激发下特异功能 一般气功它就是 遮不到的东西 我都可能遮到的 比如说那个 有的 有的疾病 本身意愿都没有办法解决 我可以把它解决 它做好加异地的磁场和能力 其实通过电力医病的方法 在现今的西方医学界都非常流行 例如电疗 就是西医治癌症的其中一种方法 那么和电疗有什么分别 跟电疗它有区别上 电疗它是 一般电源都是控制的 一般在控制36厚以下 像我这个电气功 主要和特异 我可以任意调及 包括病人 照常能承受多少 我可能调到多少 比如说我这个两半二十伏电 我先掌握了两半二十伏电 病人他能够承受两半二十伏 也可能调到两半二十伏 但是电疗就不可能 它在安全电疗 电疗的范围之内 就36厚 36厚以下 所以它区别在这地方 电源伏特的大小 绝对不是普通人可以控制 闫师傅说 以它目前的功力 不但任意控制电力的大小 更可以接受高达一千伏特的电流 您是怎么把它去控制 控制这个 我有两种控制的 一种是比较粗浅的 机械控制 机械控制靠这个手上 手指这个松紧 可以调节电压 电源中是比较高深的 很用意念调节的 我手抓上去 比如说这个电键抓上去 我不动了 就凭意念 电压高低 我可以任意调节 和你的意念 平均的调节 意念为什么可以调节电 因为这个意念 我在目前来的时候 在科技我还讲不通 因为什么东西呢 科技你只看不及 没不早的东西 但是我能做到 因为什么 比如说这个电压 二不熟电压 我可以两个信 两个信 同时抓了手 这样 没什么反应 任何反应都没有 也不忙 也不痛 就是随时什么电 你都可以这样子 我都可以 包括直楼电 我都认识可以抓 根据闫师傅的理论 病人接受电力的大小程度 就要以病情而定 不过以病人的体质 100伏特的电力 已经是极限 而要自行修炼电器工 更需要一套销门 主要是 第一步就是 人体购电 人体购电 购电以后 人体带电 带电以后就是 在练义的承受力 这个地下 许这个呢 我必须要点血 点几个大许位 比如说白灰 命门 气盖 我这个做点击的 把这个胸口打开 不打开不能练 每一次电器工的疗程 需要三十分钟 一般的病要三至五个疗程 而重病就要五至八个疗程 整个疗程除了要电之外 还要有它独特的手法 你的按摩有没有什么规定的手法 那些位置 有手法有部位的 对 你比如说这个呢 这个我主要是大锤位主 大锥 大锥 这个一个穴位 穴位 几次呢就是筋颈啊筋腹啊都可以按摩 我这个手法一般的跟那个 一般的按摩说按摩是手法不一样的 有什么分别 我这个分别 一般的按摩师都才去揉滚蝶 我这个呢 就是带电以后是点续以点续为主 哦 那么其实这个效用 它的最主力的其实是电呢 还是气功 还是你的按摩 三结合是 电 气 按摩是三结合的 比如说一般那个这个按摩师啊 它这个骨齿就能松节它肌肉 更经络 我真的要 我这个不愿了 我这个要消失下来 骨齿的 就可以消失 对 因为一般来讲骨齿是很难消失的 一般呢 细节是不可能的 对 细节是通过手术 对对 我这个呢 不需要手术 可以消除 嗯 在炎师傅电器工的临床经验证实 骨齿就是最成功 最有把握 将它彻底清除的疾病 而其他的疑难习症 包括胃病 风湿 各类关节炎 中风等等 这个七成机会医好 还永不复发天 甚至把病都可以医治 不是 有的病我就不医 例如哪一些病 比如说地间 精神病 那些是精神分离症啊 传染病 这个飞机核啊 这些病我不治疗 为什么呢 一个效果不好 这是你也研究过的 研究过的 几次呢 但本人没得到好处吧 就是有好多疾病 他比如说 在传染病到本人 我动手的时候 一边治疗 一边还要 给自己的排兵器 就是好人呢 在过自己的功力 存在很大的 嗯 所以当我不治疗 中国各派的气功 有如银河沙嫂 每一种气功 都要有一套自己的理念 不过教人延年益受 对练者身体健康的背后大意义 绝对是百家同一 电气功的功效 无疑有匪夷所思 不过这种隐世医术的出现 正正是这个大意义最好的引证 烧伤不流行 不是美丽的方言 隐藏在陡峭崖壁上的 不知名草药 可以令烧伤的皮肤 迅速复原 古老而神秘的草药疗法 是不是一个 未被开发的医学宝藏呢 明晚尋找隐世医术 为你打开这个深山宝库 音乐 有一个小尺 AND 有一个小尺 也有一个小尺 高尺 新养和山宝库 山宝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